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将为大家一步步演示,如何在华为手机上安装Google Play,服务的开源替代方案,Micro-G。 这个教程非常适合那些因为设备限制,无法安装原生Google服务GMS的用户,尤其是华为手机用户。 本教程将全程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连接电脑,借助ADB等复杂工具,不会出现。 为通过Play保护机制认证的弹窗或提示,同时也可以随时登录,登出Google账号,大幅度提升兼容性与体验流畅度,使用Micro-G的优势。 在没有谷歌服务的设备上,正常运行依赖GMS的应用,实现Google账号登录,推送通知,定位服务等功能。 不依赖Play商店,也不产生Google数据上传,支持华雷鸿蒙系统,比原生Google、GMS更省电。 占用更少资源,不被Google追踪,并且,最新版本的Micro-G也支持登录验证弹窗了。 接下来,我将逐步演示,如何在华雷手机上完整安装并配置Micro-G,让你的设备获得类Google Play的体验。 如果你正在使用鸿蒙或没有预装,GMS的安卓系统,这个教程将非常适合你。 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些准备工作。 1. 打开设置系统和更新。 系统导航方式更多。 关闭悬浮导航。 2. 设置系统和更新纯净模式。 关闭增强防护。 3. 设置应用和服务,应用分身。 关闭应用分身。 4. 设置隐私空间,关闭隐私空间。 5. 设置电池,省电模式。 5. 关闭省电模式。 接下来,我们需要清除旧版的Google服务和MacroG相关的应用程序。 打开设置应用和服务。 应用管理,点击右上角四个点。 显示系统程序。 输入Google。 删除搜索出来的Google相关的所有程序。 再输入MacroG。 删除搜索出来的MacroG相关的所有程序。 我们来开始安装MacroG。 打开设置、系统和更新、日期和时间。 关闭自动设置时区。 将日期设置到2019年。 点击确定。 然后,回到桌面。 打开文件管理。 找到我们下载好的文件夹。 然后,把Becca盆键夹复制到。 内部存储。 花卫目录下。 回到桌面。 打开设置、系统和更新、备份和恢复。 点击同意。 再点击右上角四个点。 这时候是没有从内部存储恢复的。 我们先点击外部存储。 一直允许、允许。 再重新进入备份和恢复。 这时候,点击右上角四个点就已经出现了。 从内部存储恢复。 然后,我们点击恢复。 在手机上按提示输入密码。 A12345678。 点击完成。 回到桌面。 就会有一个谷歌服务助手。 APP。 这个时候,先不着急打开贴。 先打开设置、系统和更新、日期和时间。 打开自动设置、时区。 回到桌面。 这个时候,再打开谷歌服务助手。 点击激活。 勾选一支小风险。 仍要激活,允许。 此时,不要点开始下载。 然后,直接回到桌面。 打开文件管理。 找到我们下载好的文件夹APK目录。 按顺序安装1、2、3、1、3个A、PP。 安装完1号APK后,点击打开,更方便登录谷歌账号。 如果点击了完成。 那么需要到设置。 用户和账户。 添加账户进行登录。 允许。 然后点击登录。 登录我们的谷歌账号。 这里不必一次登录所有的谷歌账号。 后续可以随时登录其他谷歌账号。 点击我同意。 我们回到设置、应用和服务、应用管理。 输入MacroG,然后点击右上角的齿轮。 点击Google账号。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登录的账号。 我们要给MacroG服务,开启位置权限。 再开启媒体和文件权限。 然后,回到文件管理。 继续安装二号APK。 这个APK并非所有的手机都需要安装。 它对比较老的手机有作用。 这里建议安装。 勾选、继续安装。 输入手机密码。 点击完成。 然后,再安装三、一APK。 然后再安装三、一APK。 然后再安装三、一APK。 继续安装。 点击打开。 允许。 我们可以先继续前往Google Play。 跳过更新。 然后开始体验。 我同意。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安装谷歌应用了。 打开搜索。 输入YouTube。 点击安装。 我同意。 输入手机密码。 点击右上角用户图标。 设置关于更新Play商店。 系统将下载并安装最新版的Google应用商店。 这时候,我们要等待谷歌商店安装更新完成。 YouTube可以正常打开。 这里,我们一定要等待Google Play商店安装更新。 这里,我们一定要等待Google Play商店完成更新。 Google Play已经正在更新了。 升级完成。 升级完成,打开Google Play商店。 升级完成,打开Google Play商店。 继续查看Google Play商店是否是最新版本。 这时候,我们的谷歌应用商店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回到桌面。 重启手机系统。 重启后,打开Google Play商店。 找到设置,关于。 这时候,我们商店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这时候,我们就去卸载调谷歌服务助手了。 打开设置,应用和服务,应用管理。 搜索谷歌,点击谷歌服务助手。 卸载,停用并卸载。 回到桌面。 我们就已经卸载了谷歌服务助手。 这时候,打开Google Play商店。 然后,搜索ChatGPT,安装它。 我们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ChatGPT的。 这是因为,我们安装的谷歌服务并不是原生的谷歌服务。 ChatGPT非常依赖谷歌服务。 想要正常使用ChatGPT的话, 我们需要卸载调ChatGPT和Google Play商店后, 继续安装3、2和4号APK。 打开文件管理。 找到我们之前的Macroge文件夹。 找到APK目录。 然后,继续安装3、2APK。 勾选,继续安装。 点击完成,然后安装4号APK。 在手机上,输入手机密码。 点击打开,允许。 下一个,完成。 此时,我们可以选择匿名, 也可以以谷歌的方式进行登录。 点击搜索。 我们搜索ChatGPT。 安装一下ChatGPT。 这里要打开,允许安装应用。 点击完成,回到桌面。 打开ChatGPT。 继续。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ChatGPT了。 配置Macroge。 打开设置,应用或服务,应用管理。 然后,找到Macroge。 三个全部打开。 点击确定。 像其他依赖谷歌服务,需要背起垃圾的AP、P,也可以这样设置。 Macroge不是原生的谷歌服务。 这或许会有小伙伴,会不信任Macroge。 但是,华为官方应用市场是上架了Macroge的。 我们打开应用市场设置。 把地区切换到马来西亚。 然后,在应用市场里搜索Macroge。 华林Mate 40 Pro是可以搜索到Macroge的。 这足以见得Macroge是值得信任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手机都可以搜索到Macroge。 例如,我的华林Mate 40手机就是从官网下载安装的Macroge。 使用一周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些型号的设备可以直接从应用市场下载Macroge。 不在上述列表里面的设备,可以在Macroge官网或其Github项目下载。 接下来,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如果无法登录谷歌,要确保网络可以连接到谷歌。 接收不到通知,需要打开Macroge等相关APP的推送。 并且允许Macroge和这些APP后台运行。 退商店无法更新的时候,检查一下我们的网络是否可以连接到Google。 如果需要使用ChatGPT的话,也可以由Aurora商店代替Google Plus商店。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